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金文鋒 欢迎大家收看惠勞STARTALK 在2月24日 我们的财爷陈茂波 就发表了今年度的财政预算案 在之前其实大家都在说 我们有很严重的财赤 大家知道经济不太好 已经放了风 就说今年不会再派堂 会平平淡淡的 什么都没有 可能这个就是期望管理 其实我们看到最终 2月24日发表的财政预算案 其实我们会看到虽然是减甜 即是没有那么甜 但其实也有派堂 派堂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看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说我们的申讽税 申讽税之前大家记得 那个减免的上限是2万元 今年只剩1万元 另外我们的纵换 以前可能我们经常听到出商量 甚至有时候出三量 今次就只是出半量 即多半个月 另外大家可能会留意到 就是说我们的汽车 首次登记税 我们经常听到一件事 就是政府希望少些车 所以今年加了首次登记税 就是15% 以上都是一些比较 没有那么甜 淡一点的一些政策 但其实我在这里想 特别关注两个新的政策 跟大家讲一讲我的意见 第一个其实大家都听过 就是百分百担保个人贷款计划 其实简单来讲就是 政府做这个担保 就是这个按揭证券公司 去借钱给一些有需要的市民 上限其实就是8万元 那为什么我会特别关注这个政策呢 其实主要就是担心一件事 就是究竟如果那些市民借钱之后 万一走数怎么办呢 其实这件事是多值得我们去担心 就是大家都知道 现在那个经济环境不是很好 那其实真的有需要去问到政府借钱的 可能家境都未必真的那么好 那如果他借完之后 可能他借足上限8万元了 那首先第一件事 那我们当然希望他去还 但是如果还不到的话 按揭证券公司有没有这个追溯的能力呢 就是譬如平时大家如果向银行借钱 那其实他们都可能要靠外面的收数公司 那但是按揭证券公司 他有没有另外一些预算 去找一些收数公司去追溯呢 或者他们有没有这样的人手呢 那我都相信是没有的 因为其实他们根本上就不是做借钱这件事 那另一件事就是说 如果他们追不到 那结果到后来变成呆坏帐了 就是可能一个人就欠8万元了 那结果其实简单来说 就很可能就是我们纳税人去包底 因为政府的钱就是我们纳税人的钱 那所以这个计划呢 其实暂时来看了 虽然没有细节 那似乎都有很多漏洞 因为其实我都听到一些人的意见 就是说 既然你其实预了借出去 可能很多人都还不到的话 那不如你直接每个人又做回派钱 每人都多派一点点 那不要一个人拿了8万元就走费了 那样其实这件事都是很多人担心的 那希望政府呢 在推出这个计划 有更加多的细节出来的时候 可以关注这件事 就是如何去防止 或者避免少些人去走费呢 如果不然又要我们纳税人去买单 那第二个政策呢 我想讲一讲的呢 就是这个电子消费券 那其实之前大家都一直在讲 现在经济那么差 那接着呢 希望去派钱 那其实究竟派钱 还是派电子消费券呢 其实呢 一路在社会上面都有不同的意见的 有些人就觉得派钱好 因为派钱烟烟烟拿了些钱 那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我甚至不用我去存起它 都是我的自由来的 那第二呢 就是说有些人觉得 不是啊 你派这件事呢 其实派钱呢 其实主要就是希望刺激消费嘛 那如果你派了现金 那别人存起它 或者不是存起它 甚至可能拿去股票市场 那其实未必可以刺激到 我们的市道 那所以就说 不如派电子消费券 电子消费券就可以 就是逼你在某一个限期里面 真的要花掉它了 如果不是呢 过了期呢 就不可以拿回那些钱了 就没有了 那可能消费就逼你去 可能一些真的参加这个计划的商户 那这样 那结果今次呢 就我们的裁营就决定做这个电子消费券 那当然大家都很关注 就是究竟用什么形式呢 那其实我看到坊间已经很快 提了有几样东西的 那第一样东西 那未必每个人都有个人把交通的嘛 那有些人就说 那其实其他电子的消费平台 例如香港人用得比较多的Payme 或者Alipay 或者甚至有些人用WeChat Pay 那其实这些呢 都可以作为一个平台去发放一些钱过去的 那甚至也都有一些人呢 我看到呢 就是说什么呢 不如这样吧 我们有个叫做安心出行的Apps 可不可以加上一样东西 可以叫做安心洗钱 或者安心消费的Apps 这样加进去 那其实都有很多不同五花八门的人 去给不同的意见 那但是其他一个重点呢 其实就是说 当我们去政府 就是给这个电子消费券 那时候 我们怎样可以令到 第一 就是大家个人的私隐那里可以保障 就是在给钱下去 那时候究竟怎样给呢 第二就是说 我给了这些钱下去 究竟 一定会有人呢 就是说 会不会是官商勾结 就是你哪些商家 是可以受惠 哪些你不可用的这个电子消费券 怎样可以令到大家觉得 这个政策呢 是可以帮到市民 又可以刺激到市道 但是又令人觉得 其实都不是官商勾结 其实一些小店都可以受惠 这个我想就是 政府在未来 就是在想这个电子消费券 这个政策推出来 怎样可以 不要让人觉得又变成好心做坏事 因为我相信呢 派五千元的电子消费券 其实我想大部分的市民 都是会赞成的 那在这里 简单分析了几样东西 第一就是说 政府在这个财政年度 因为那个财赤的问题 的确是减甜的 但其实它又提出了一些新的政策 包括刚刚说的那个百分百 的担保的个人贷款计划 和这个五千元的电子消费券 但是政策上面 似乎也有更加多的细节 需要去说出来 释除市民的一些疑虑 那我们就期待 未来的财政司 可以透过不同的局 可以给到更加多 关于政策上的细节 给我们知道 释除到市民的疑虑 那今天讲到这里 先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当然第一 希望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分享你的意见 还有要赞好这条片 当然不要忘记 如果未订阅 维牢Warm Talking的 记住订阅 如果喜欢的 记住广传给你的朋友一起看 今天讲到这里 拜拜